中文圈里一直有一个梗 就是所谓的撒逼 SB 这个梗是从哪来的呢 大家都说 中国是全球盛产 撒逼的国家 实际上也是 如果仅仅是从 元素周期表上来看 有一种叫T的东西 中国在过去的 上百年里 都是主要的生产国 不是说今天美国人喊了一声 这个美国在 弹药供应上 严重的依赖 来自中国的T 不是这样 二战的时候 日本 占领中国 盛产T的 这些地方 美国人就被迫 在爱达河州的一个金矿 进行了开采 美国本土开采 用来满足 自己军工需要的T 直到1997年 才停产 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截至去年 中国的产量 在全球供应的份额 都在一半以上 长年达到了70%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美国人提出 无论是稀土 还是重要的矿物质 过分的依赖 像中国这样的 敌对国家来生产 一旦开战 这个危险很大 其实随着这个 社会的进步 更多方面 都需要这个东西 你不要紧紧 把它当个笑话 是吧 元素这级表上 他用 SB来表达 你就把它理解为 中国盛产的是 活着的SB 其实不是 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记得2017年 美国国防部 就向白宫递交了 类似的申请 那么很快我们就看到 美国恢复 稀土地开采 但它要完全替代 从中国进口的 这个份额 很难 要有一个过程 而且不容易 但这个替不一样 美国自己完全 就可以独立生产 摆脱对任何国家的依赖 只不过 原先没有提到这个高度 今天它反应过来了 有了这个东西 在弹药生产 更加安全的 这些角度上 都能 自给自足 那之前我们知道稀土 现在我们知道了 替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我相信一定有 我们过一段时间 看到了一个新的替法 公众不太熟悉的一些东西 被推送到我们眼前 当它非常密集的 向公众披露的时候 其实就说明 它之前有动作 到了向公众披露的时刻 美国过去长期 在期待中国 有可能 在经济上 发展的过程中 有追求民主 完全进入一个 现代民主社会的可能 本的这种 接触中 等待转变 和平演变的这种 心态 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 差不多 快五十年了 他们刚刚放弃了这种想法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 令人感觉到 比较惊讶的做派 都是在 做好与中国切割的准备 西方今年也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年份 对它关注的人非常多 像俄罗斯这样的 西方国家 它不一定有什么好办法 三胖这样的 体量比较小 闹起来意义也不大 真正要干掉的 其实 就是西胖这个战权 因为它为所有的流氓国家 提供资金 和足够的解决方案 他们在过去承包了西方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无论是 初级工业品 快速消费品 还是因为 开采过程中 有极大污染的稀土 和稀有金属 西方国家 停止开采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环保的问题 那么今天 也被迫 绕过环保立法 开始重新开采 不仅仅是便宜的问题 是吧 有很多西方国家 停止开采的一些 矿物质 是因为中国人卖的太便宜了 更多的其实还是污染 现在已经没得选了 所以逐步的恢复进行开采 向公众告知 正是因为 它比较敏感 实际上恢复进行开采 对本国环境的污染 要远远大于我们已知的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那如果没有 这就是必须 要承担的代价 二战以后 美国也经历了长久的和平 唯一的一个像样的对手 苏联自己解体了 他们从来就没想过 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对手 因为你今天所有的发展 都是在他的鼓励 默许 扶持之下 他一直认为 随时可以掐死你 那不给你订单 让你失血 很好对付的一个对手 为什么今天 摆到这样的高度呢 有很多问题 都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 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冤不冤的问题 全球化这两年 已经在全球 事实上变成了区域化 人们忙着 组建意识形态 几乎相同的国家 形成新的 相对安全的产业链 更多的是在 够得着的地方 尽可能 在本大洲 本区域 形成一个闭环 不再依赖 外部的攻击 原先的那种 零库存 已经没有多少人开始谈论了 大家同属于一个地球 保护生态 更多的合作是在气候 其他方面呢 其实谈论的已经不多了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正在变革的时代 大家经历了太久的和平 已经忘了 已经忘了 世界主要国家 重新燃起战火 在目前这个时代 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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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